我們今天的講座正式開始 首先我們這個是東區十個泛民的議員 一個組織來的 我們就有請我們的接集 藝智強議員介紹一下 我們為什麼有這個十個東區泛民組織 在這裡 多謝梁智慎智 智智慎先生 智慎智先生 今天最要多謝你們兩位 因為你們真是泛民主張 都行 今天的支持人 主港人都是我兩位 但是支持這一次這樣的活動 就是我們東區泛民會議的十位議員 那十位議員剛才 藍智慎有很大的鼓勵 她是幫忙籌劃這個活動的 我們也不是說陪差 因為我們是一個程隊這樣做的 首先在身邊的 就是這位叫梁榮敏 她是上網園 她上一手就是一程啟意工程師 她就交談給她 接班成功 很多街光都說她很努力 做很多事情 因為今天我們沒有時間 就講這些工作報告 我們只能夠簡單 下次 下次 接著就到我們黃振聲議員 就是 太古城東 太古城東 黃振是未支持3月10月後 很快 接著 黃振聲議員 旁邊的這位厲害 總之 一鳴天下響 這個斬筋英雄 謝謝 我們是曹子健 她是 以3個運動之後 一個成功的爲子 將建制大打塵的人 這次是 曹子健 她是五灣村的 五灣村的 三次陸德正 接著我們就西灣河區 這裡是默的麥婆 就是一位 麥德正 他的正是軍黨的成員 他在這裏勤力 他居然可以將一個 紅區 變成一個 我們民主旗幟 在這裏的一個選區 就是默德正 接著 還有一位 這個實在不是新的 因為他已經做過議員 不過就被建制法打低了一次 不過就 接著就會再來 這次就贏了 就是 胡桂耀 是甚麼 胡桂耀 他是這個 胡桂耀 胡桂耀 實際上我們還有很多位 有一位 就是鄭達鴻 已經未到外 今天來不到 我們 他是公民黨的成員 他就是北國 這個死腹性的後方 也都能夠有民主的據點 這個鄭達鴻 還有就是一位 張國昌 他就是在這個 南豐選區 他就繼承了 梁淑貞 民主黨 這個職位 然後還有一位 也很重要的人 就是 我們這個組織的 副召責人 就是叫做趙嘉儀 他是太古城西 他也是民主共有的召責人 民主黨是一個 民主派 在選舉的時候 大家應該有甚麼默契 跟著我們還有一位 就是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 去柴灣 已經是1988年做區議員到現在 就 很遠 實際很慘 因為民主的步伐 和民主的爭取 我那個區議員仔 真的沒有甚麼狀況 所以呢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十個法務議員 團結在一起 那麼 我們的目的很簡單 我們一定要贊成真普選 我們一定要有三權分立 互相制立 我們要維護香港核心達成 我們政治上面 是鐵板一塊的 領不改變的 我們政治上面 那麼地區事務呢 我們將會互相結帖 因為比如巴士路線 或者哪裏是游泳池 哪裏是入政局 我們互相結帖 大家呢 從政府反映 其次我們有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 能夠搞多些的公民 民主教育活動 好像今日就是了 你覺得好嗎 今天 我們請到兩位名嘴 來幫我們講話 還有呢 我們還有希望 將來發展到最後呢 能夠成為一個叫做 影子東區區議會 因為為甚麼呢 這個區議會呢 很多建制派 壟斷了所有的華視權 我們十個都頂得很辛苦 以前只有我們五個 那所以呢 很希望大家呢 給我們民主派呢 一直鼓勵 但是我們希望 首先要移風逆足 在民主的信念裏面呢 大家要有一個 很堅定的信念在這裏 那所以今天呢 我們呢 就會講 絕對的權力 是絕對的扶紐 因為文革 就是這樣出來了